接下来一连串我们来关系的是 在昨天双北市总计有30.5万户 都是大停电的状况 如果线上的网友 您在家里头昨天也是有停电的话 可以帮我在聊天室当中留言喊加一 因为我们来看看 主要是因为在昨天上午9点42分左右 万龙变电箱起火 结果就导致发生大停电的事件 同样的在9点45分 中和的高压电厂也发生了起火意外 除了在昨天发生大停电事件 烧出了民怨烧出了公投火 大家一定还记得在今年5月份 同时也发生了两次的大停电事件 现在民怨四起 有网友就讽刺说 台电你这一回到底是要把停电的原因 推给松鼠还是推给胖手指呢 又有网友说 平常说电网不稳没有感觉 要感谢这一回台电做了最佳的示范 完美说明了电网不稳 好 不过现在网友也说 本来公投不想要去投票的 不过现在都想要去投票的 我们来看到朱学恒他就认为说 现在政治愚弄不了物理定律 其实口号根本就是骗不了科学 至于和四前厂长王柏辉他也提到 其实义和全还是挡不住科学 好 不过发生了这件事情 到底会什么会这样呢 我们来看到的是民进党前立委郭正亮 他就提到 其实主要就是因为绝对不是被载容量不够 而是因为在10月还有11月份 天气比较热 因此台电就降压处理 这一点台电一直不敢回答 当然降压就会造成电力系统累积的伤害 因此他提到了 其实最近有这个水电师傅告诉他说 修理冰箱还有空调的人变多了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因为他们的冰箱和空调就因而受损 至于为什么要降压呢 因为缺电嘛 10月11月份真的缺电 台电不敢回答 因此为了避免缺电才会出现这种状况 所以他也提到了 2024年的新任总统真的很可怜 因为一上任 很可能就要面临到的是缺电的危机 好 现在网友也说 想要问问说 难道这回停电是在助攻公投吗 因为可能停电会催到哪一篇的票呢 可能大家现在都在问 这一次大停电事件烧出了公投火 而且很有可能还一路蔓延到2024年 不过针对了这个停电事件 台电方面的说明又是如何呢 台电表示说 变压其实并不会影响到安全 台电万龙变电站 变压器被火焰吞噬 伴随黑烟直窜天际 消防人员禁忌斗闯灸 或是越瘦越大 货蛇甚至窜到比围墙还高 大批消防前往支援 民众惊吓为关 好大一声喔 我想说你们怎么突然把灯关掉 电一瞬间全停了 巨大爆炸声响 周日大惊吓就连隔了一段距离的住家 都能看见恐怖浓烟 民众吓到夺门而出 十二号早上九点多 北市闻山区万龙变电站 五号变压器故障爆炸期货 不但酿成北市闻山 新北新店中永和双北 共三十万户大停电 连带自来税加压站停机 信仪区也一度停水 已经有很多次的了 也希望变电厂赶快做一个迁移 安全上的话我们都会紧张 耗置全停 交通大大街 附近店家一片黑漆漆 更有民众受困电梯 双北高达三十七件 101高楼层电梯也停 员工干脆席地而坐超无奈 台电出包不止这样 四天前才起火的中和浮翔路 电塔又窜火 受到万龙变电所影响 故障电流直窜中和 效仿疲于奔命 变电所今天报 能源专家更怒批 是因为缺电台电 偷偷降压供电 对设备累积损伤 采酿火 不提降压是否损伤设备 在相对不缺电的冬季 还扯有助节电 面对断电造成民众电气 损坏球场 台电却只愿退还停电时 断电费 一下爆炸 一下大火 一下电塔 窜火蛇 更让民众心中对供电安全稳定 大上大问好 记者黄天耀 谢文祥 黄玉兰 新北台北 蔡方报导 好 网友刘明照 何仙仙 陈寅泰 还有蔡永洁 都在聊天室 喊家一友 在昨天都是这个停电的 受灾户 但是您知道吗 这个造成这样子的伤害 台电表示说 可以扣减电费 不过来算一下 到底可以减免多少钱呢 如果是民宅的话 电费只可以扣减 1.08块钱 小商家的话 扣减不到4块钱 也只有3.26元而已 都在带减不到4块钱 都在带减不到4块钱 都在带减不到4块钱